上班长帝都选择了有棉阵 这边穷者是知道 颁奖女巫之后 陶星大概率是一个雕刻家选出了一套 相对来说还是打雕刻家比较舒服的阵容 每个人都能牵制 先知的话可能前期躲一躲 主要看前锋跟牛仔了 如果说能找到先知 对于陶星来说还是非常香的 这个位置先知这边蹲 雕像是已经发现了先知 但这个点位的先知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这不是那么好抓的 不是那么好抓的 而且陶星这边还没有封窗 这边下楼反走一波 刚好是卡住了一个位置 但这边的雕像没有夹好 再补一手先知顶鸟一刀 板子下掉要破板 他这边是省了一点存在感 省了一点天赋 没有点出这个封窗 这个位置再走 好骗下去 但是没有闪现 没有封窗的话 回忆这边他只能是反绕 反绕一波希望能来打一手 但是你在先知面前反绕呢 难度系数有点高 难度系数有点高 这个位置不好抓 这个位置真不好抓 推一手 没夹住 这边再交雕像 追这个先知 回忆的先知 而且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点位 落地刀 一刀打中 好的漂亮 这里一波加速 再往前走 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是有机会能追第二刀了 这里的雕像都没有能够 其实他这边雕像不需要打中 这里的雕像只需要做什么 这里的雕像只需要做到 就是稍微的把这边的雕 那个先知的一个位置 卡一下就行了 只要能卡住位置 卡住身位就行 回忆就是拉这个点 强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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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翻 再跟 哎呦 这一点封窗的这个天赋点 就有点亏了呀 如果刚才点个封窗 这哎 这边还坐着你的雕像 哎 一刀凑刀凑中了 凑中以后前锋过来了 这个整体的一个牵制时间 其实是够了的 这个整体牵制时间 作为一个先知来说是够了的 前锋这边 没有拉 没有拉的话 挂在地下室吗 这边是怕前锋一波撞就 这个位置前锋一定会撞 前锋一定会撞 看前锋的球 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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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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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没躲掉 这个位置是一定会撞的 撞完以后没有薄面 前锋这边可能还想补撞一手 应该是等雕刻加上去以后 前锋这边反拉补撞 追一刀 想这边回头打一刀 但是没打中 那这样的话 先知是已经拉走了 前锋这边 差了一段雕像的伤害 投一个向心分场 整体上面节奏是被前锋打崩了 没办法 这个情况下 前锋已经做好准备的话 确实 雕刻加想要躲在地下室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想要躲前锋的撞这么大一波球 应该是不太可能 这边一刀击倒 换挂前锋 还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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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到了二阶了 先知 跟佣兵两个人互摸 这里佣兵可能要救一波人 把这个前锋带走才行 但是前提是先把这个先知摸好 通缉到了先知 这一手通缉要命了 这一手通缉的话 先知这个血线 而且是一个二阶的雕像一轮补 第二轮雕像怎么说 打不错 没关系 等 这边回神来防守 先打一刀 直接逼他救 直接救完 这里追前锋 雕像夹一手 一刀 没打住 再追 好的 现在看的就是 待会看牛仔这一波了 牛仔这里的电击 如果能修完的话 他还能来打一波架 一个雕像 一个坟场 照过去 他选择打一个二挂的前锋 其实我觉得这边 打一个二挂节奏 不是特别的好 二挂节奏 容易让求生者这边 压到最后一台电击 佣兵的机 差了多少 交一个护臂 这边还是比较谨慎的 还是比较谨慎的 先知这个血线 佣兵这个血线 都非常的危险 现在就看 两边其实一人一根弦 这个弦拉得很紧了 好 这边先知帮忙 补牛仔的机 雕像一轮补 有闪现的 有闪现的 这边要躲 要躲 要躲 要躲他的勾 然后等第二轮的一个雕像 先知也过来一起救 电击就差 佣兵这最后一台了 这边一刀倒地 倒的是先知 还不是这边的 那个前锋 前锋是被牛仔给救了下来 电击差了一点点 闪现吗 一推 过来 一刀 关键这个牛仔 现在处理不了啊 难道要切金身 切金身可能是个平啊 看一下牛仔 阿多 这边放下了 再牵 能不能够 再放 电击亮了 电击亮 这边帮忙扛刀 再补 两连雕像 现在不太够 两连雕像不太够 但是马上有 马上有 好的 这边前锋挂飞 切船送 我觉得平局 应该是能够有 通级这个时间 是看不太清楚的 先交相形分场 来找这边的先知 雕像一补 切船吗 切船吗 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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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保证这个平局先 然后 把难题交给队友 好的 这边雕像很准 牛仔这边是已经出勾了 但是没勾到 现在就看 把这个先知识二挂挂上以后 象形分场去管一手 我觉得这里 牛仔得在这边卡一手 然后让佣兵先开门 因为牛仔旁边是有地窖的 旁边是有地窖的 这边两个雕像 没有能打到伤害 牛仔这边还想来搞事 有耳鸣 大致知道牛仔个位置 看见牛仔了 看见牛仔了 那这样的话 追牛仔 牛仔就看阿多能不能把时间脱够 然后开地窖门 拖着强行冲门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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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象形分场 好像拦不住 拦不住 拦不住 雕像不够 雕像不够 门开了 平局 可以 两边打的节奏非常非常的紧 其实前期抓 还要去被车撞一波 抓先知的时间有点久了 抓先知时间有点久了 总体上来讲 这一把两边算是拉满 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 都是正常的一个互相交换 求证者这边的话 其实想要争一个三跑难度是很高的 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只有监管者有机会去争一个三抓 ق路